明老师好 明老师好 大家师兄 师姐很好 好 我今天要见证是 我四月份 我子宫有问题 有点粗糙 然后我就自己调 就繁老后 后来五月我就去看医生 医生就讲 跟我看了他就讲 就宫井那边 你生那个鸡肉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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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叫我去扫描 后来我就去 去扫描医生 就说 你的鸡肉不可以肯定 因为是 本来鸡肉你个顶的 可以拿出来 不过你的呢 就是扁的 那我心里就很高兴说 一定是长生学帮了我 我自己这条也去调整一站 给师兄师姐们帮我调 我自己也做一步 帮人家调 然后就叫我 再去看医生 多一个月后去看医生 你原来他检查是几公分 两公分 检查的时候说两公分 然后他就说 你要真正知道 就再扫描多一次 就扫描了 医生就说 不见了 看不到东西 几十日 几十日 你等到 七月 有去扫描 然后第二次的扫描是几时的 第二次 十一月再去看医生 他就说 七月的时候就看不到 他就说 你的 那个 细肉不见掉了 起初他就说 你有两公分 人家的细肉是 一个顶的 不过你的 是扁的 他不可以拿出来 要再来扫描 就去扫描后 他就讲 不见掉 然后就 十一月再去检查 也是没有了 那个细肉不见掉 所以 所以 我心里很感恩 就是长城学帮的 还好有位老师 带这么工夫 俩门 学到 医生学 我家里 每次 我每天都要静坐 还有字条 我很感恩 大家 师兄师姐们 谢谢师姐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